嗨 大家好 我是乌琴 今天呢 要來錄我今年2017年的最後一支影片 那我在想最後一支影片應該要跟大家分享什麼樣的主題 才算比較經典的一個主題這樣 那我後來想一想呢 我乾脆來分享我 就是今年2017年我的最愛開架彩妝大賞 就是我今年我最常最常使用的一些 開架彩妝的一些東西 那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開始吧 那今天要分享的東西呢 有這麼多 這些這些 有看到嗎 那這盒子裡面呢 就是我今年度 我真的真的真的幾乎快要每天每週使用的東西 其實我在挑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並沒有覺得很難挑 頂多就是開架跟妝櫃的一個差異 因為如果 就是我本身如果是一個喜歡 就是習慣用一個東西之後 我其實不太容易改變 就是我覺得雖然我平常很喜歡買一些新的東西 那當然我覺得用到最後以後 你會發現其實你最常最常使用的東西 就是還是那些就是你會喜歡的 譬如說顏色啊 或是它的質地啊 還是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你會喜歡 就是會喜歡 然後並不太會因為一些 推陳初心的一些東西出來 然後可能就會有容易比較變心這樣 代表我是一個很專情的人 反正這邊的金額呢 基本上全部都不超過一千塊 所以我覺得算非常的 就是可以提供給一些小資女做參考 先從妝前的部分開始分享 我妝前的部分 看到就是我2017年我最常最常使用的妝前產品 就是開架的妝前產品就有這三樣 那其中呢 我先講這個防曬的部分 因為平常我選一些底妝產品啊 就都會有帶一些防曬的系數 那如果是夏天我就會特別再多加 就是在妝前的部分我會再多加一層就是防曬 那我2017年就是今年夏天我最常最常使用的 就是他們理膚保水的這一罐防曬 為什麼會選它呢 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防曬系數非常的高 是50 然後PA四個加 所以我覺得它在整個就是我用上去之後 我覺得我在外面出去就是戶外活動一整天 我都不用擔心會曬曬 這樣講好了我覺得一個防曬用品它的主要功效是 其實不能說完全不讓你曬黑 頂多就是不要讓你的皮膚有受到 紫外線的一個就是侵害容易受傷或是容易老化 其實我的訴求就是這麼的簡單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它最重要是不能造成黏膩 因為其實夏天台灣天氣其實還蠻悶熱的 所以我覺得理膚保水他們這一瓶其實 就是我用過的防曬當中我覺得防曬系數 防曬系數是夠高 然後就是我覺得又算是非常清爽的一罐防曬 因為再來是因為它比較不容易造成過敏 再來是兩罐妝前乳的部分 其實我分了夏天跟秋冬使用的妝前乳的部分 那其實大家如果平時都有在看我的頻道影片的話 其實都還蠻常看到 其實我夏天最常使用的就是這一瓶 他們Maybelline他們這一罐 夢幻奇蹟什麼 妝前乳是不是 我有點忘記全名 反正我之後會補全名在旁邊好不好 為什麼我會選擇它呢 是因為它其實是 它擠出來沒有什麼顏色 然後它也有基本的防曬系數 那當然是夏天其實還不夠啦 所以還是要加防曬 那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它非常的 就是你的妝 你的底妝之前你加了這一個東西啊 其實我覺得會讓你一整天其實 持妝效果是可以 就是那個時間可以拉長 就是讓你的粉底的一個在臉上的 持妝效果是可以拉長的 它並不能夠說讓你的肌膚完全 肌膚完全的不出油 它不會 它其實是主要是讓你的底妝產品 可以維持在你的臉上 就是可以再把那個時間拉長 那我覺得它這個效果 我覺得算是蠻好的 然後再來是它其實也是一樣 不會讓我的皮膚有造成什麼 其他長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罐妝前乳 是我在夏天是最常最常使用的 一罐妝前乳 那再來是秋冬的部分 就是現在這個時間 我其實我最常用的是這個 Kevin老師他們家 霜前乳是我在秋冬 就是現在我最常最常使用的妝前乳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保濕 就是其實你 因為秋冬然後皮膚比較容易乾 雖然我是混合性偏油肌 然後就是有一種 雖然是混合 就是我雖然是混合性偏油肌 但是我就是外油內乾的一個情形 所以其實有時候上妝 其實你怎麼樣上 你都會覺得你的妝並不服貼 可是如果我秋冬在我的底妝之前 我上底妝之前 我再先上這一瓶 他們的這個保濕的一個妝前乳的話 我覺得在後續整個上 上你的底妝我覺得是可以讓你的 底妝是非常非常的服貼 然後很保濕 所以我覺得這罐其實也很適合 給乾肌使用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覺得保濕度真的很好 所以我很推薦大家買 因為它其實非常的便宜 是200多塊而已 我今年夏天最常最常使用的開架粉底液 就是這一瓶 這一瓶 這一瓶是那個Wayden Wild的 我不太知道它的妝文名詞是什麼 反正這一瓶大家認明外觀 曾經就是在夏天有造成轟動 就是它可以媲美妝櫃 彩妝 呃 妝櫃粉底液的一個持妝力 跟它的妝感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買來試看看 沒想到我真的覺得它非常非常適合 給油肌或是混合性肌膚的女生使用的一罐粉底液 因為它的持妝效果真的很好 然後再來是它的遮瑕力也非常的足夠 所以基本上有時候其實我上了這個 我就不用再額外上遮瑕膏 什麼之類的產品 就是一瓶就是擦完就可以直接出門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瓶 就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最近在台灣的屈城市吧 還是什麼 家樂福之類的 它已經有設就是那種開架的櫃位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想要再 就是想要買來試看看的話 就可以去這些地方找看看 好那我冬天最常使用的粉底液呢 是他們Mavelline的這一瓶 全品很像叫做夢幻奇蹟無瑕粉底液是吧 反正它就是講求非常的保濕 然後持妝力也很好 然後再來是遮瑕度也是很夠 好那我秋冬會很常使用這罐粉底液的原因 是因為我用了它 我冬天其實比較不容易乾 它其實保濕度真的很夠 然後再來是它的遮瑕效果也很好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其實它的持妝效果 其實我覺得真的也是不輸給開架 因為秋冬其實皮膚容易乾 那其實就會容易有一些乾裂 就是如果你用到比較乾的粉底液 你的其實肌膚就會出現那種乾裂的一個狀況 那這罐粉底液基本上其實 我不用擔心它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是它 就是保濕度真的很好 如果你想要找就是一罐CP值很高 然後它的又保濕度夠的一罐粉底液 我覺得這罐算是真的很推薦給大家 那接下來要介紹遮瑕膏的部分 那遮瑕膏的部分呢 雖然是我最近才剛買 可是我覺得它真的是可以直接 列為我今年度最愛最愛用的一個遮瑕膏 就是這一個 這一品 這個牌子其實大家可能會比較陌生 因為它其實是那個韓國的開架的一個品牌 叫The Sam 對它就是叫The Sam這樣子 然後它這個遮瑕膏真的無敵好用 它真的是列為我今年就是 我就是我此生目前用過最好用的遮瑕膏 因為它很不乾 它就算用在我很乾的眼睛下方 它還是很不乾 就是它沒有造成就是我眼下有一些 就是用了以後然後會有造成乾紋的狀況沒有 它真的真的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的遮瑕力也很好 就是我用一點點 然後它基本上就可以把我臉上的瑕疵全部都遮掉 我覺得它這一品真的真的很好用 拜託大家請你一定要去買來用看看 我希望它趕快進軍來台灣設開架櫃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那底妝的部分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要來介紹就是眼妝眉毛相關的產品 那我們就先從眉筆開始 那眉毛的產品我要介紹兩個東西 一個是他們這個A2House的眉筆 這個 一個是A2House的眉筆 那我為什麼會推薦它呢 是因為第一個它真的很便宜 它在特價的時候買我記得一直好像不到一百塊 就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後再來是它 它就是一邊是做這種旋轉頭的這個 這種頭 然後它的頭就是這樣子有點扁扁的這樣 然後另外一邊呢就是這種刷頭 可以刷你的眉毛的一個刷頭這樣 那我推薦它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它非常的滑順 就是它上在我的眉毛啊 也這樣輕輕上 它就很容易上色 就是不會你畫的時候會覺得卡卡 然後不容易上色在你的眉毛上這樣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是我用過 我覺得目前我覺得最便宜 然後就是我覺得畫起來最好畫的一個眉筆 那另外一個產品是這一個 就是他們Maybelline的他們這個三色的眉盒 那我推薦它的原因是因為它算融合了三樣產品 在這一盒裡面 就是第一個是他們這一個 最前面這一個是眉辣 然後中間是眉粉 然後再來是這一個比較偏膚色的這一個顏色 它是可以畫在你的這個鼻影的部分這樣子 那這一盒是我夏天很常使用它 是因為它有眉辣 然後其實它你用眉辣畫眉毛啊 其實你在夏天就比較不容易有脫妝 就是可能你到中午或是下午 然後你的眉毛就會不見了 裡面附的這一個畫眉毛的工具 然後一邊就是這種扁頭的這個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這個比較刷毛的部分 那我都會用這個比較扁頭的這邊先沾眉啦 去把我的眉型先描繪出來 然後再用這一個眉粉去填補我的眉毛空隙這樣 那基本上這樣子上網 我的眉毛的顏色可以維持一整天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盒算是我覺得在 就是我今年夏天最常最常使用的一盒 就是眉毛產品這樣 好那接下來要介紹眼彩的部分 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支 那這一支它是那一個就是眼影的打底膏 然後是VDL他們家 現在在上眼影之前啊 我一定一定都會先上這個眼影打底膏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能夠讓你的就是眼睛的部分 讓你的眼影顏色是比較飽和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脫妝 就是不容易造成眼影就是我的眼妝容易有暈開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是它可以讓我的眼影就是顯色度就可以再提升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眼影打底膏是一個很聰明 然後也是非常重要的發明這樣子 那它其實沒有什麼顏色 我用過的眼影打底膏並不多啦 但是因為用到現在來講 我就是還是持續的使用它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覺得說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什麼的 然後甚至我覺得它其實在整個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外包裝 我覺得也是做得非常的有質感這樣 而且它整個很大一支耶 容量超多 所以它這支打底膏可以用超級無敵久這樣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買好像也是大概 呃三四百是嗎 三四百 對這反而我覺得它也不貴啦 所以我覺得也是很推薦給大家的一個 眼影打底膏的一個產品這樣 好那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說 我今年度最常使用的眼影 那會有兩盒 那首先第一盒呢是這一個 就是E-Sale他們這一個四色的眼影 那它這個色號是就是這個 色號是SR3這樣子 就是三號的顏色 那這個顏色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漂亮 雖然感覺跟我們的肌膚的顏色 就是比較偏大地色系的那種感覺 可是你用了它你就會覺得你整個眼睛的那種質感啊 然後還有眼神就真的會非常的不一樣 而且它再來是它的粉的那種細緻度非常非常的好 它粉的細緻度幾乎我覺得可以媲美妝櫃的眼影盒 因為就算專櫃的眼影盒有一些都還容易飛粉喔 它這個眼影盒算是我用過我覺得最不飛粉 而且粉質非常就是真的很細緻 然後又很漂亮顏色真的很漂亮的一盒眼影 那我這個眼影就是我通常都會使用在平常 可能我的妝沒有這麼的 就是整體的妝容並沒有說太濃 或是可能我上班就是不想要讓我的眼妝看起來非常的重 可是又想要有精神的一個眼影 我就會通常就會選擇它來使用 所以我現在目前眼影的這個顏色可以看一下 我現在目前眼睛上的這個眼影就是他們這一盒眼影 這個這一盒我真的真的非常的喜歡 雖然它在開架來講算是單價比較高一些些 可是我覺得它的價格跟它的質感來講 我覺得算是非常的就是可以對得起它的價格 它這一盒真的很好用 推薦給大家 就我覺得它這一盒算是彩妝 就是這一盒我覺得算是你有在玩彩妝的人 就是必敗的一盒眼影盤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眼影盤呢是這一個就是我夏天比較常使用的這一個眼影盤 就是他們etude house他們這個橘子汽水 對應該它的全名叫橘子汽水吧 反正它這一盒顏色裡面呢它就是有十個顏色 那它這十個顏色呢可以看一下 它就是比較偏那種很可愛的 就是它的主色就是這一個顏色跟這一個顏色 那它裡面除了這種亮的顏色以外 然後它有一些就是比較 算比較那種偏大地色性 包括我夏天最常最常使用的顏色 還是比較偏橘色的這一個顏色 我真的很喜歡它這一盒裡面的這一個橘色的顏色 它真的很可愛 而且它很適合向前使用這樣 就我前幾支影片的妝容的眼妝 眼妝其實都是用這一盒去畫出來 也有讀者在就是留言區問我說 我那一天就是影片當中用的眼影是哪一個顏色這樣 然後我都會跟他們講說我用的是這一盒這樣 所以這一盒真的是幾乎有用 美用然後都會必問的一個眼彩盤這樣 而且它有四個顏色 然後我覺得算 顏色很好 顏色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顏色又多 所以我覺得算 一盤也是可以打造出非常 非常多然後不一樣的一個妝容這樣 所以這一盒是我夏天非常非常使用的 一盤眼彩盤 那接下來要來介紹的是眼線的部分 戀愛魔鏡的眼線筆 一個是眼線液筆 然後一個是眼線筆 對還是啊 然後他們這兩支呢 都不會讓我的眼就是眼線會造成暈染 因為其實我其實算蠻眼皮蠻油的一個女生 然後其實我用了很多眼線的產品 基本上就是美用必暈 但是我遇到他們這兩個東西之後呢 我就是幾乎這個狀況就很少再出現這樣子 那他們這一支 一支是他們的眼線膠筆 然後一個是他們的眼線液筆 那你就是他們眼線液筆呢 也非常的細 可以看他那個頭很細很細 所以他非常的好描繪你的外眼線這樣子 那他們這個眼線膠筆呢 這個 他們這眼線膠筆呢 我都會畫在我的內眼線這樣子 就是我通常都會用完 就是用這支畫完我的內眼線之後 然後我就會再用他們這一個眼線液筆 然後去描繪我的外眼線去勾勒那個線條 因為他的那個筆頭是夠細 所以他你在畫的時候就比較不容易失手 所以我覺得他在畫的那個感覺是非常的順 然後非常的好畫 那在睫毛膏的部分呢 相信大家應該是裡面就都有答案了 就是他 就基本上就是我齒聲最愛的睫毛膏 就是Kiss Me他們家的睫毛膏 然後我買的是他們的紫盒 就是他的那個盒子的外包裝那邊上面 上面的那個地方是有紫色的那個 就是我選的是他們這一款紫色的 我選的是他們那一個紫盒的那一款這樣 那他用了真的是我覺得齒聲 目前為止我的摯愛睫毛膏 他真的非常的好用 因為他我畫我畫他 然後基本上我就可以打造出那種幾乎 很像是就是假睫毛 呃貼假睫毛的那一種睫毛的感覺 所以他這一支真的是 基本上就是打趴所有專櫃的睫毛膏 他真的很好用 就是開架必收的一支睫毛膏這樣子 推薦給大家 啊然後底妝的產品 我剛剛忘記講了一個東西 就是這一個 可以看一下 這一個是我就是今年度最長 就是我用掉好幾盒了 就是我很多用到 基本上都是可以看得到鐵盒的那個 呃蜜粉 就是他們這一個 ASES的他們超霧光定妝粉餅 他講粉餅但是他其實是那種沒有顏色 就是沒有顏色的那一種蜜粉 那他用上去之後 他就真的可以打造出那種非常非常乾淨 非常乾淨的那種底妝的感覺 就是你的底妝是看起來是非常的柔霧 然後 我覺得他也有一點點修飾你的毛孔的感覺 因為他是那種比較 呃 講求那種霧面的那種妝感 毛孔的部分 他其實可以稍微被修飾的 而且再來是他的 就是在控油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算蠻厲害 重點是他一顆才一百多塊出頭 真的很便宜 他真的很好用 我講真的他 他也算是 因為我有幾顆那種 就是專櫃的那種蜜粉 然後我都覺得 就是持妝效果都沒有他來的好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 目前也是被我列為 是我目前最愛用的蜜粉餅 那接下來要來介紹腮紅修容的部分 那首先要來介紹腮紅 就是我覺得今年度 我覺得最 就是被我列為最經典的腮紅 應該就是這一顆 那其實這一顆應該大家都不陌生 就是Kanmake的他們這個血色腮紅 就是色號是PW38的這一個 他就是真的可以創造出你那種 很像從你肌膚透出來的那種 紅潤的那種血色感 然後我覺得他顏色真的是 非常非常經典的顏色 那我其實在今年度裡 還蠻常使用他 不過你用他可能你的下手 可能就是要稍微 就是要輕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他其實蠻容易失手 但是因為我很喜歡他的 顏色的一個表現 所以其實我也很常使用他 那你可能就是要一點一點點 慢慢上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創造出非常非常自然的 那種好氣色的感覺 好那另外兩個修容腮紅組 一個是他們這一個 可以看到外觀都已經髒髒的對不對 就是這一個是我 真是用很久 就是我到今年度 他可能不是我今年剛買的 但是我到今年我還很常使用他 那這一個他其實是一個 泰國的彩妝品牌 叫Misting 其實在台灣的有一些 像康氏眉啊 然後或是居城市 其實都有看到他的貴位 其實他也有進軍到台灣來 我覺得非常的好 因為他其實他們家有一些東西 真的還蠻好用 他這裡面呢就是有三個顏色 一個是修容色 然後一個打亮色 跟一個帶珠光的腮紅色 不管是夏天還是冬天 我都還蠻常使用這一盤 因為我有時候如果 不想要帶太多彩妝用品出門 就是如果要出去玩的話 我通常都只帶這一盒 因為他裡面其實就是 包含了三個產品 這樣就是腮紅 然後打亮跟修容 他這個打亮非常的漂亮 然後再來是他的腮紅的顏色 他就是那種比較帶那種 感覺是夕陽城的那一種顏色 所以他可以打造出 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種 像是被太陽曬過的那一種 肌膚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這個腮紅 其實我覺得算很漂亮的一個顏色 另外一個 腮紅也是三個顏色的 就是他們這一個 ASES他們這一個 腮紅 立體輪廓腮紅盤 然後色號是10號吧 我不太確定他有沒有分顏色欸 所以ASES他們家的東西 真的真的非常的便宜 我記得我買這一盤 好像也才150上下吧 然後他裡面就是有三個顏色 就是兩個腮紅色跟一個打亮色 那他兩個腮紅色呢 其中一個是有帶一點 就是有帶一點珠光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比較霧面的這個腮紅 那他這個腮紅的顏色 我覺得很特別是 平常比較不容易看到的那種腮紅的顏色 可以看一下他這個腮紅 可以看一下 他就有點像 像玫瑰色的那種顏色 就是我覺得非常有氣質 然後非常有質感的那個顏色 打亮色阿 他那個打亮也很細緻喔 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打亮色的顏色也是非常的美 可以看一下 有看到那個折光嗎 他那個光折是很漂亮的那一種 很細緻的那一種打亮色 而且他再來是他裡面又有三個顏色 就是一個打亮色然後兩個腮紅色 然後一拆一百多塊吧 所以我覺得也是很便宜 然後我覺得又有三個顏色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算是CV值非常非常高的一盤腮紅盤 就是我今年也是很常使用這一個 這一盒就是腮紅這樣 然後我最常使用的顏色就是這一個中間的玫瑰色 他真的很美 好那接下來要進入到我們今天最後一個就是唇彩的部分 那唇彩的部分呢 因為我平常都會就是挑選 因為不同的場合 然後就會挑選不一樣的唇彩的使用 那所以我今天就會分成就是 一個是我上班我常擦的唇彩 然後再來是兩支就是我平常可能妝容比較重 或是我要出席比較重要的場合 然後會使用的一個唇膏這樣子 那我先來跟大家講就是我平常上班最常擦的唇彩 就是這一個 那這一支是我平常上班每天擦 真的是每一天擦的這一支 潤唇彩 我記得他的全名叫做什麼 喔這支是Integrate的他們的潤唇筆吧 我有點忘記全名是什麼 我在補全名在下面 那他其實就是這種旋轉式的這種 你看我用到只剩下這樣子 我真是每天都在使用這一支 我覺得他擦上去的感覺是比較像那種 有潤色效果的那種潤唇膏的感覺 這樣子 可以看一下他的顏色 他這個顏色就是比較偏 非常有氣色的那種裸膚色的感覺 就是今天我可能上班 然後我只上底妝 然後我可以單擦這個東西 其實他也可以創造出我今天去上班 讓我氣色看起來比較好的那一種感覺 重點是他又不會太高調 就是不會讓人覺得你上班 然後你的唇彩上這麼重的顏色到底要幹嘛的那種感覺 他雖然低調 可是他低調中 他其實又可以讓你的妝容看起來 就可以讓你的氣色看起來是比較好的那一種感覺 那再來是因為他其實是那種有滋潤效果的那種潤唇的那種感覺 所以他不會讓我的唇膠成就是乾乾的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支是我目前上班真的是每天會使用的這一支潤唇筆 好那另外兩支呢是這兩支 一支是他們3CE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這個是巴黎萊雅的唇膏 那我先介紹這一支好了 這一支是3CE的他們這一個 是我目前現在嘴巴上擦的這一支這樣 那這支其實他就是比較偏霧面的那種感覺 然後就是比較霧面絲絨的那種感覺 他有點像唇釉 可是他是那種比較偏霧感的那種唇釉 霧感然後帶一點那種絲絨的那種感覺 然後呢這支我最常擦的那種 我最常擦的方式是染唇妝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會上一點在我的嘴巴中央 然後我就會把那個邊界這樣子暈開 然後他就可以創造出非常非常漂亮 很自然的咬唇妝的感覺這樣 然後他這個顏色我覺得他顏色夠重 所以他就是真的是可以從你的嘴巴的中間 然後到外圈就是可以製造出非常漂亮的那種漸層 他的顏色我覺得很持久 算是非常非常持久的 就是我最近很剛買 可是我買了之後我也是幾乎就是我初期重要場合 或是我可能平常妝容很重 我幾乎都會使用這一支 好那最後一支唇膏呢 是這一支 巴羅萊雅他們這一個金管的這一支 那金管的這一支呢 他是有一點點帶光澤感 然後色號是623 這支顏色是623 然後是他們這個金管系列的 就是他這個是有帶光澤感 可以看一下 是比較偏有一點點帶那種玫瑰色的那種紅色 所以他那個紅色我覺得如果你不敢駕馭正紅色的唇膏女生啊 你就可以先考慮看這一支 因為他這一支你擦整個嘴巴 你的那個氣勢就會整個氣場完全不一樣 再加上他其實因為他又有光澤感 所以他又有一點點那種滋潤的感覺 所以他這個唇膏算是我平常如果要參加 去參加喜驗或是出洗比較重要的場合 我都會使用這一支 擦我整個嘴巴 當作我那一天的唇彩使用的一個唇膏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年2017年一整年下來 我最常最常使用的開架彩妝的用品這樣 然後產品有點不少 就是有點不少這樣子 因為我主要有分成就是可能因為季節不一樣 然後會使用不一樣的底妝 或是因為場合不一樣 然後就會使用不一樣的腮紅啊 或是口紅 那不過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是一個非常非常便宜的價格 然後再來是他品質又非常的好 就是我覺得非常適合給小資女使用 非常推薦給一些可能你預算比較不夠 可是你又想要入手 或是你想要玩一些彩妝用品這樣 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都還蠻適合推薦給大家使用 這就是我今年2017年度的最後一支影片這樣 然後希望大家接下來在新的一年 也可以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然後記得要多多幫我訂閱 然後幫我按分享這樣子 那如果你想要追蹤我更多的即時動態呢 一樣可以到我的IG 然後還有到我的FB粉專去那邊按讚 然後那邊都會有我最新最新的一些 即時動態的分享這樣子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那我們就明年見啦 掰掰